水煮鱼大家都喜欢吃 但是自己在家就是做不出饭店的味道 看完几个视频 你两门就学会了 鱼骨不用猫味 用清水洗干净就可以 纸巾洗干鱼皮表面的水分 片的时候不容易打花 洗到45度 大指门控制厚度 日指门控制厚度和速度 这样多年几次就学会了 一斤鱼皮放三勺盐包 洗凉料酒 浇水泡五分钟 再放清水里淘洗滴干水分 浇拌勺盐 浮浇粉 浇拌制厚手 鸡蛋清少量搬运 最后放生粉 这才是烟鱼皮的正确方法 手里学到手 小红星还是点击走哦 七锅烧油 包厢降爽门 煮水煮月 我们都放这个自己炒的麻烦来煮料 一煮料能煮五斤月 没得摄氏和防腐节 提起来也比较放心 炒香以后 浇炸酱水激发香味 豆芽小锅 放盐包 生抽 和几片不要浅的黄瓜 鱼骨头放下可以一起煮熟捞出来点点 几火豆腐小火月 鱼皮小锅关小火 放几根大葱慢慢炭熟 大概四十秒左右 就可以捞起来了 花椒辣椒炸香淋到面上 一道麻辣喧香嫩的水煮鱼就出锅了 不要瞧瞧的学好 要分享给自己的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 中文字幕——YK